只靠第二盒、第三盒能不能組出最終合體 所以才拍這一部影片 那我一開始是想說 因為在我上一支影片其實就有講 最終合體的頭部 會有兩塊零件是用到第一盒的 所以我本來也是想說應該是沒辦法 不過仔細一想啊 那大不了就不要用最終合體的頭 直接用炎黃合神的頭 那這個時候就會有一個小問題是說 因為最終合體的主體還會用到 Gardegravion的本體 那那個本體 就是Gran Kaisa 它最主要就是 胯下那一片藍色的零件拆掉以後 會有一個接口可以去接群甲 所以 我就試著把Gran Sigma的這塊白色零件拆拆看 然後就發現 欸 這一塊拆掉以後 底下這邊 它的確是有缺口可以去接那個外掛零件 所以最後的差別就會是 它裙甲 側裙甲沒有洞可以去接比較大的那一片外掛的側裙甲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 像這樣子硬式合體之後的效果會是怎麼樣 好 最後的合體效果是這樣 會遇到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它 加掛頭部的這個加掛零件 底下的卡扣啊 它是 這樣 它是這樣這三個直裝的卡扣 但是 模型本身很見啊 它Gran Sigma的頭部這邊只有留一個洞 不像Gran Kai'Sa 它是有留三個洞可以去接這個零件的 所以會變成這個 就是把它的頭抬高的這個零件會卡不上去 變成你可能要把旁邊這兩個裝剪掉才可以扣上去 那 不掛這個零件啊 對胸甲跟背包都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會變成在這個情況下 你再去接它的頭 可能就是變成它的頭會 在視覺效果上會比較小顆一點 會比較矮一點 會變成是這樣子的效果 欸 好像也還是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它背包啊 就是 這邊 背包跟肩膀之間的距離更近 所以在安裝掛這兩個肩甲的零件的時候 那個 呃就是零件之間會變得非常卡 所以這兩個肩甲會幾乎沒什麼空間可以移動 不過也還是掛得上來 只是像 這兩個原本的 飛機頭的零件就會變成有點 角度受限 就沒辦法比較讓它垂直向上這樣 啊像這邊 零件跟零件之間就 因為我這裡有筆圖幫它補紅色 這裡就也都會刮漆 不過如果沒有補這個顏色的話 就不用記 就不用在意這一點 所以最後也是可以自己跟自己合體合體出這個型態的 那當然模型可以少買一盒就是一盒嘛 所以 如果覺得 第一盒 Goddess Gravion 呃就是 組裝跟二三盒都是重複的東西 然後你想要省這一盒的錢的話 第二盒第三盒 炎王合神跟 Goddess Sigma 合體起來之後的效果就是這樣 給大家當一個參考 我是覺得也還行 就是頭比較小顆比較氣勢稍弱一些 然後可能比例上多少 這個頭還是太 就是 太小顆太低了一點點 給大家當做一個參考 那就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